那接下來我們在介紹的這一台是我們搭配的硬製機 那這台硬製機呢 當我們電源一打開的時候 硬製機的電源就跟著連動啟動了 那這時候呢 一般來講我們是設定在130度、140度左右 那當然就是要看看 跪地的一個氣候狀況 如果真的硬製不清楚的話 那就再設定高一點 溫度設定高一點沒有關係 那接下來呢 它每一次的動作都會隨著下壓的時候做打字 那這邊呢 我們這根上面這根螺桿呢 螺絲呢 你鬆開的話 它可以調這個前後的位置 也就是說你如果膠膜 你打字的位置要往上、往下 你就調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可以做調整 剛剛你調好以後 你就把它鎖緊就可以了 OK 那另外呢 我們接下來看到這裡有一根 它是可以調左右的位置 也就是說我們把這個螺絲稍微鬆開一點 你可以把它調整這樣子過來 那或是調整這樣過去 讓這個位置 它的左右位置 音質的左右位置可以做調整就對了 可以做微調就對了 這根桿子是做左右的微調 那這根螺絲呢 是做前後的微調 好 音質機的介紹 那另外 後面呢 我們這邊有一個 氣壓的一個開關 當你不用的時候 我們把氣壓的這個旋鈕 把它關閉 橫向關閉 那這樣 這時候 你瘋膜的時候 它就不再打字了 那如果你還是要打字的話 你就把它再旋開 垂直旋開 這時候 它就會跟著 我們的下壓的這個動作 來做打字的動作 那 這個音質機的動作 就為您介紹到這裡 謝謝